父母都是聋哑人士 生长在无声的家庭 会遇到哪些困境 演员林嘉丽 廖小彤先生公益讲座 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我就觉得说 阿公阿嬷是我的父母 他们会把我带去一对 可能是亲戚或是 很亲很亲的人的身边 但我不觉得他们是我的爸爸妈妈 林嘉丽回忆起 回到父母身边时 因为不习惯家里太安静 常常感到恐惧 有同样境遇的廖小彤 为了不被同学发现 父母是聋哑人士 学生时期忘记带东西 竟然是打给阿姨求助 打电话跟我妈讲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拨了电话 打到我阿姨的公司 阿姨就是当然会帮忙转告 我妈说 就是要帮忙送一下东西过来 还是很顺利的达成 所以我以前是 非常非常用力地 在隐藏我的身份 跟父母一起出门时 陌生人的眼光 也让她感到很不自在 林嘉丽跟廖小彤都是大学时接触表演 才发现这个与众不同很有意义 从小时候的不理解到长大后的拥抱 接受 希望大众对聋哑人士有更多的理解认识 大爱新闻 周末如夜 林徐英豪台北报道 你们看起传来 用刷网 去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